在日本竟然會有一座關帝廟 用自動販賣機來買香 香乳從台灣運過來了 大家好 我是住在日本的國將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大家看了出站 大家好 我到了紅冰中華街 超震撼的 有沒有 好多人來這裡唷 來到了紅冰當然是要來打卡 園丁中華街 現在站在地理位置 也就是全日本面積最大的湯面街 在紅冰中華街有10座的牌樓 全部看起來都很有期盼 其中中華街最大的牌樓 也就是朝陽門了 穿過這道朝陽門 走在中華街的大道上 全都是中華嚴肅的餐館店舖 各種各樣的中華料理街邊小吃 還有隨處可見的大紅燈籠 紅色藍色以及金色香煎的招牌 在中午到晚上的時段 這裡會變成了步行者天國了 話說回來 這裡雖是華人的聚落 卻也變成了日本人主打中華風格的觀光山圈了 再走到了天長門的路口 後方的建築也就是橫濱大世界 這裡也就是中華街最大的綜合娛樂設施了 不 先別急著早吃 很多人來到這裡只想到美食 但柯豐都想過在日本充滿中華文化街道上 還隱藏著了華人供奉的兩座廟宇 這次的任務想要帶大家去看看 和台灣國外的話到底有何區別 如果你們對日本與國外文化有興趣的朋友們 不妨在這個底下 替我按個訂閱關注並打開小鈴鐺 現在先要去媽祖廟拜一拜 拜完了之後再帶大家去參觀一下關地廟 橫濱中華街的媽祖廟也算是在海外最大街的媽祖廟 對 地理位置呢 是位在這個中華街的東南角 將將 我已經到了 這個就是橫濱中華街的媽祖廟 媽祖廟 很壯觀 這就是橫濱媽祖廟的大門了 上面寫著天后宮 一踏進這個地區的時候呢 也就會聽到那個佛經了 現在我要進去參拜囉 擁有了八角形的正堂建築 這也都是非常典型工藝精心的建築 色彩也非常的鮮豔 讓人一看出來就是台灣文化的天后宮 是雙蓉強豬的壁畫裝飾 親眼見到的話呢 確實還是有一些小小的震撼了 濃濃的台灣風味 所以要先買香 這邊的買香方式也是一樣用自動販賣機 它的精神好大片喔 很大片 對 連你吃到我就吃到 那工作人員是台灣人 嗯 金爪一千塊 這個大支箱的時候寫上你的範圍寫上你的文字 在馬祖面 剛才我問那個阿姨那個上大支箱 一萬塊耶 裡面不能夠拍攝喔各位 所以我只能拍外觀給大家看耶 來到這個馬祖面 他說會給你這兩張平安圖 就是證明你有在這裡跟他們買香 買了雙的這個五十五隻香 然後還買了金爪 你一張我一張 不然等一下那個阿姨在問 這個卡不可以弄不見了 然後上去的時候呢 要從右邊上去 左邊下來 這都是寫中文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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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現場買香的人呢 比買金爪的人來得多 看來呢 金爪的文化在日本並不流行喔 他自己點香上香 點好了各位 先拜天公 現在拜拜馬祖 好 各位在上面已經參拜完了 跟馬祖求了一個御守福之外 然後還抽了一個好籤 這應該是台灣的金爪吧 對不對 跟上次我去聖天公拜的時候 已經有點不太一樣了 這筋子比較軟 這筋子比較軟 我現在要準備了開麵辣椒 放100塊 然後裡面拿一根辣椒 這筋子比較軟 這一家的紅金馬祖廟 兩個台灣阿姨超級的親切 又很熱情 因為剛剛我老公她沒有買金子 我們祈福了那個好錢 建議我們最好是買金爪來修金這樣子 然後我老公也是非過要買金子來燒 所以這裡的天后光不只是拜拜這個馬祖之外呢 還是有拜祝聖娘娘還有月老的 然後整個的神像呢就是從台灣運過來的 連那個香爐都叼台灣台南這四個字 拜完了這一個紅冰媽祖廟了過後 接下來呢就要帶大家去下一站 也就是 紅冰的關地廟 我感覺來到中華街 就有點自己好像回家的感覺 因為聽到全部都在說中文 這關地廟它是為了在這個紅冰中華大街 一條小巷那邊 我們說今年的時候這邊特別的熱鬧 中華街都是掛滿的 大街那邊還滿了這麼多人 這一邊小巷那邊 這邊是關地廟的後面 我們忘記了 各位沒有想到吧 在日本的橫冰的中華街 竟然會有一座關地廟 我第一次看到的時候是 哇 蠻震撼的 我已經到了 橫冰關地廟是一座 輝煌氣派中華街的象徵喔 而且這一間呢 是日本最早的關地廟 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了 廟的外觀 跟台灣的廟也很相似喔 清平輝煌的鴻門龍柱 濕死了琉璃瓦 可以感受到濃濃的中華文化 上次我帶大家去看看 那個日本鄉下的聖天宮 跟這個關地廟是很大的分別 所以進去的話呢 並不需要收任何的入門票 好多日本人來這裡拜拜 我們 濃濃的香味 這整座的關地廟 它的整個格局不算很大 可是很壯 開運大現箱要六千塊 日本不一樣的地方呢 是因為隨著那個日本的文化 然後他們有更改了一點點 華人的一些拜神 一些新術這樣 你在關地廟這裡還會有這個 開運的護身符 就是你可以請一個預售夫回家這樣 然後你在這個橫濱 關地廟買香 跟上次我去那個聖天宮 其餘那邊 買香的方式有點不太一樣 這邊是使用自動販賣機來買香的 是不是很特別 各位這裡不只是拜關地公 這邊有拜御王上帝 然後還有教你怎麼樣去拜拜 現在我要在自動販賣機買香 現箱一個人五百塊 兩個齁 OK 好現箱兩個 謝謝 這邊是點箱台 關地廟仍然是當地華人的信仰中心 所以呢 這裡開放宮堅的話呢 也漸漸成為了類似觀光景點的存在了 我們現在不能馬上進去拜 第三個就是要拜弟母娘娘 最有趣的地方呢 就是擺在廟以前的這個功德香 變成了篩錢香了 說真的 這房子就真的很日本 不過呢 用意都一樣的 這裡是入門口 上香完了過後就可以進去參拜 參拜完了 關地廟了 裡面的那個室內裝痕 他們不給讓牌 太精美美的帽子 這裡是燒金爪的樓 燒金爐 你要燒之前 對你才打開這一個門 就不會冒很多煙出來了 然後已經參拜完 這個關地廟了 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大家對於這種 日本橫濱中華街 擁有這兩間的 媽祖廟跟關地廟 大家有什麼看法呢 歡迎都可以在這個底下留言 一起分享喔 那現在的話呢 就要帶大家去逛一下 橫濱中華街啦 這邊跟之前我們去 剛才拍的 聖田宮的很大分別 這邊不讓你在室內拍攝 反而那邊就可以 讓你在裡面拍 這邊反而管得比較遠 整個的格局比較小結一點 很多日本人去看這個開場 這邊全都是無產店 哇這邊賣老北京的土產 這個我超喜歡吃 台灣大雞排 等一下買 這是假的 冰糖葫蘆 哇還有麥月餅 油條 還有芝麻球 啊 台灣castella 這看起來好豐富喔 馬來購 法廷 很傳統耶 這間店賣的 馬來購 魚餅 當他 中國的後期好美啊 哇這整台 很多都是賣這個物產 中國物產 走到來這裡 有一個很有中華味的情願 公園 公園應該是這樣說吧 喔還有兩隻麒麟 嗨 你看他 這什麼 朋友大雞 彭大 我讀成朋友 彭大大雞排 紅冰大世界 看到嗎各位 超養眼的招牌喔 全都是佔滿了台灣國旗 是嗎 北京烤鴨店 好大間啊 旁邊這裡超酸的 我太久沒吃過 這麼好吃的叉燒包